余总 盈叔 你可以打我骂我 但你可不可以不要不理我 我现在多一句话都不想跟你讲 你听我解释好不好 虽然我整了容 但是我爱你的心是真的呀 我在意的根本就不是你这张脸 到现在你还没有明白你自己错在哪儿 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明白 我明白 我不该骗你和余总 但我真的不是有意的 我只是爱你爱到无法自拔 我特别怕失去你 所以我 你不要再说了 可是我说的一切都是实话 一个为了一己之欲 连亲妈都不认的人 我们怎么相信你呢 你看一下吧 如果没有问题 就把字签了吧 伪认你 不要跟我离婚了 不要跟我离婚好不好 我求求你别跟我离婚了 好不好 看看吧 有什么意见就提 我只想尽快结束我们这场闹局 还有 给你自己留点遵义 语叔 我是真的很爱你 我要是你的话 我就会签了字 立刻离开 不 我不会离开 我不会离 我不要离 我不会离开 够了 你把求家当什么了 你为所欲为 随心所欲的地方吗 我现在想想 我真的觉得我很愚蠢 因为我从来没有 这么相信过一个人 难道你们从来就没想过 从以前到现在 我所做的一切 全部都是假的吗 我不想再听你解释 我已经很累了 您说 希望你尽快处理好 你们之间的关系 真要在这儿睡啊 真要在这儿睡啊 你好不容易来一次 陪你睡一晚上呗 怎么了 总算有一个有良心的 别生气了 我让姐姐给您打个电话 哄您开开心 我不想听她的声音 那我给她打 我给她打个电话 喂 姐 你还好吗 我挺好的呀 英叔对你还好吗 他对我挺好的 行 好就行 妈 妈还好吗 嗯 挺好的 那你一定帮我好好照顾妈妈 谢谢你 小婷 她还是惦记着你的 好了 别生气了 只要她好 咱们就祝福她吗 就只能这样呗 幸亏有你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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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总 谁让你进来的 我是怕你气坏了身体 给你熬了一点汤 陶飞儿 不 陶小迪 以后不用再讨好我了 以前就是因为我太傻 才相信你说的所有的话 从今天开始 你的这些招数都不好用吗 出去 我说什么呀 我什么听 有道具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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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我现在恐怕只能先法院起诉离婚了 不可以 这件事情只能私下处理 离婚这么大的事情 一旦让外界知道 会对欧诺造成很大的影响 包括故事 怎么样 大家还顺利吗 赵总 赵总 现在全国所有的VIP事 都已经顺利运行 有几家门店的业绩还超出我们的预期 非常红火 干得不错 卢西 我要好好地奖励你 您过奖了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KK老师和萌萌老师也辛苦了 我今天来呢 就是想跟你们说一个重要的消息 从今天开始 任命二位为VIP的全国总监 真的吗 谢谢赵总 既然赵总都这么信任我们 那我KK就要更加努力工作了 大家以后一定要好好地工作 VIP部将是我们欧诺的最大招牌 嗯 嗯 请问邱董事长 对于今天欧诺集团的市值飙升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虽然欧诺今天在股市的情况不错 但我们一向是以平常心看待臣服 我们会继续管理好欧诺的 邱董事长 我们都知道您刚刚新婚 那现在又面临欧诺这么一大起事 请问您对婚后的生活 以及欧诺以后的发展 有什么规划吗 今天咱们不谈私事 对欧诺的规划 一直是与时俱进 一旦实际成熟 我保证会第一时间 告知各位媒体朋友 邱董事长 据悉是因为贵公司VIP市 在全国推广大获成功 才使得欧诺集团 在今天股市掀起狂潮 请问这也是在您的预期之内吗 预期当然有 但今天的股市情况 让我更加坚信 只要认真的做好一个项目 一定会取得相应的回报 邱董事长 请问您对赵总有什么期望吗 期望倒谈不上 只能说是感谢吧 赵总 是当年和我父亲 一起打江山的前辈 也是这次项目中的最大的功臣 那请问赵总 能不能回答几个问题呢 谢谢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邱董事长呢 是我们欧诺的主星 在他的领导之下 我只是把他的想法 实现了二人 谢谢大家 赵总 我先让你一句话 我小时候 他叫你 仲二 他和赵总 你的 reaction 我 你根本没有 必须 不假了 我觉得 赵前明这次 想把欧诺据为己有 舅舅 谷芊在我们手上 他怎么据为己有啊 我虽然不知道他具体会怎么做 但是他有这个计划的话 他肯定有相应的方法 我肯定是想多了 殷叔你怎么不明白我说什么呢 这样 你再给我几天的时间 我一定弄清楚他会怎么做 你要是有时间呢 就多协助协助赵总 VIP扩张的计划刚刚开始 你应该把心思画在这个上面 殷叔 我都跟他对峙了 而且他也承认了 他还拉我路火 他还说你和于佳杰就是过 喂 什么 好 我马上过去 不是 殷叔 怎么了 我刚才说你会把心思画的 我看到你 给你带他 我看我 我看他